所有的景物的觀察 非常的仔細 非常的入圍 所以他也畫了一張 樹林社大十周年校慶油畫美展 在三峽區公所二樓三角永逸 文走廊開展 三峽區長周靜平 樹林社大成員等人 一起欣賞創作品 解析作者創作情境 大家聊得開心 就如同美展名稱 取名為暖暖的太陽 在秋冬交替的季節裡 帶來互動暖意 這次的主題是 就是暖暖的陽光 然後在入秋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點冷意的時候 我們能夠曬到一點點 很溫暖的陽光 然後我們這一次是 由我們所有的學員 還有以及我 然後提供一些 非常漂亮的作品 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三峽 或者是樹林這地區的居民 能夠來共同觀賞我們的作品 因為我們在徐穆仁老師的指導下 老師採取一個非常開放 自由的一個風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畫作 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風格 然後非常有個人 自己的一個特色 然後透過老師的指導 我們其實大家 每天都很開心的來上課 所以很歡迎大家 有機會的話 就到這邊來欣賞我們的畫作 徐穆仁老師帶領社大學員 學習油畫 將近20年 到公所舉辦美展 早有多次經驗 而每一次的美展 創作不同 心境更是樂活 透過作品到區公所公開展覽 等同直接和大家透過藝術交流 帶來愉悅的心情 畫作畫久了 它整個歡喜心 整個藝術的感覺都出來了 氣質都不一樣 那這麼好的作品放在公所 當然除了可以讓我們來這邊 洽工的民眾欣賞之外 那我們公所同學 其實自己也可以輸的壓 如果工作繁忙 看個畫作 來接觸藝術 其實不只自己的文化藝術可以提升 也可以讓自己的壓力可以減緩 那跟老師學習的好處就是 老師是循序漸進 讓你的功夫越紮越深 或許你過去幾年前畫作的 搞不好現在這樣出來看 覺得哪裡 讓你畫得不夠好 我現在再重新再畫一次會更好 那所以說這個功夫 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精進中 我覺得很好 然後提升了我們市民的一個賤賞力 那他看以後 比如說增加家庭的和諧的氣氛 增加了個人的人文氣息 這個都很棒 生活藝術畫 藝術生活畫 樹林社大美展 學院們透過在三峽區公所的公開展覽 希望能帶給居住在這一塊土地上 無限的幸福和希望和所有人一起分享 記者林立吳志恒三峽報導